电影的名字是来自于郁达富的同一小说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就是会想到两个男主角 就是在念的时候念郁达富的这样一篇小说 郁达富那个小说和影片有 就是实际的联系就是在一个 在夜里面那个读那小说 但是还有很多的关联 就是和影片本身有很多的关联 因为那个小说是特别关注个人的 个人生活的 它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小说 我想这部影片也是这样 一台的时候 然后非常漂亮穿的那个礼服 我提凶的晚礼服 那这个礼服是你自己选的吗 还是 这个礼服是这边有赞助商 然后是我和我的经纪人一起过去选 在学习的时候 然后你就哭了 我们说一下当时想到了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哭是太感动了还是 我刚才什么也没想来 就是很激动 然后但是这种激动 其实不是单纯的演篇的情节打动我 因为我是一个参与者 我这是激动 我是创造这个过程的一份子的 所以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所以刚才你看我早上到这儿看见他们我就特别开心 我忍不住想笑就特别幸福的感觉 而且其实昨天我一说有点 没事没事 我特别的感情 然后因为昨天在走红地毯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走到那个最高位置转过来的时候 我有点激动 然后我就看见我们剧组所有人在下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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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纸巾吗 我其实特别不想这样 其实在结束拍摄的时候 所以就完全被 就拍摄过程中就完全被楼叶导演的这个 索期 然后就爱上他 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有魅力 能不能谈下这个 就是具体的合作过程 包括这些年轻人在和导演沟通上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像我觉得楼眼导演是一个有非常潜伏的魅力的人 所以就说呢 在昨天的官方采访的时候 我说我很爱导演 然后杰浩也说他也爱导演 就证明导演 他是其实是吸引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很容易的爱上他 非常有魔力的一个人 然后在拍摄过程中 因为就这样很多具体细节的事情太多了 然后但是总体会讲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特别像一个有魔法的 然后再让你 在一种不自知的情况下 然后把你带入他的那个情景 但你是完全情不自禁的 所以你在回味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 我当时 其实并没有刻意的投入到那个角色 但是当我昨天 我昨天因为我们情号还有 你看过吗之前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看 之前然后我们都是 对 因为我当时想我要做最后一个观众 当然我是指出说这个 是你首页为止这样 我觉得我如果之前在国内看过的话 我心情肯定不会平静的 然后但我要以一个平静的状态来这 然后果然是看完之后 因为我还是比较了解自己 我就没控制住 然后昨天就特别激动 因为会比较了解 拍摄过程 所以我还想到 对 你谈之前 因为导演对你问 每一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没说什么 但是每个在来之前 可能在聊天的时候 就会说一些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来做一个梦 梦会醒 一定要让自己知道 这只是一个梦 那你觉得是一个梦吗 因为我来过一次 我最后的事情 没有说没有特别的说什么 而且我回忆不起来 那个最后一次见这个红利潭前几 那个看见导演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我们在就是 九点门后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像拍戏一样 就像你今天要去演一场很重要的事情 他也不会跟你讲太多你要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负责 就像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能预想到 他不会对此 那个跟我们特别的说什么 因为我们很调解他的个性 以及他的这个 跟交流的方式 他不会刻意的去 他不会刻意的去 然后他最后一次是肯定是记不清 我们没人记得相信 但是导演给我们传达的这个意思的主旨就是 你到这来他也不过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 是工作的一个常态 所以昨天我晚上回去的时候 和我那个经纪人 我们俩躺在窗上聊天 我说我觉得这次我们走红台最成功的是 我们整个剧组 那么我们一个中国的这样的年轻的面孔 在这个红台上 世界最顶尖的世界的舞台上 我们走得很从容很淡定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心态都非常好